大家好 听这个演讲肯定很开心 我们前面三会的演讲使大家都是过瘾匪浅 我时间也很短了 所以我比较简单的给大家介绍一下 我们今天有了今天知道 我们在座的有100多个在波伦多的投资客户 也有十几个从美国来参加这个峰会 当然我们还有在中国大陆投资人 当然我们最高兴的就是说 我们刚才有很多大的企业家 上市公司 老板 都在我们这投资 包括我们最伟大的经济学家许天金教授 今天我很高兴 就是说今天我们四五百人 就在这样一个礼堂 让我感到很 自豪 很骄傲 因为今天是一个非常特殊的时候 就是金融风暴 我们有这么多人 有这么 有这么好的实力在体现 这个是非常不容易的 这个原因在哪里呢 我们在三年前的时候 三年前的时候 我们准办了第一次 北北财富峰会 很多人就对我们这个财富峰会就感到 这个好奇 他说唐伟生你一个人 你怎么搞什么北北财富 华人白财富峰会 当时我们有一百多个朋友参加 参加峰会的人呢 最后就感到收获很大 都觉得很有意思 所以到今天呢 我们说我们的北北高峰 华人高峰会 大家能看到的 我们第一次峰会的作用意义了 所以的话呢 这个峰会的作用意义 关于观众们就是大家要知道 我在几年 三年前 四年前 我们确定了财富的理念 就是说我是搞投资的 为什么我们不讲投资 讲财富 因为财富是一个慢的过程 低风险的过程 是一个弃的过程 是吧 所以的话呢 理财富会有 这个大的损失 大的灾难 我们在三年前 确定了这个财富的理念 就是说财富的距离是慢慢的 所以我们用百分之一的每个礼拜在这个概念 下个决心 百分之一的回报 百分之一的风险 所以的话呢 才准备进阶 所以我呢 第一次开这个财富峰会的时候说 我们刚好出版了我们的第一本书 我说我们从现在开始 确定了投资财富的连者 我说我们这个是财富的宣传书 财富的宣传队 财富的过程器 是吧 那个是我们学习毛泽尔的 后来呢 我们提取了 这个大家都知道 我在书里面最崇拜的两个人 就是第一是毛泽东 是吧 然后呢 就是邓小平 毛泽东 他的思想跟理论基础 最伟大的就是实践理论再实践 我在95年的时候 一投资 我开始是害怕投资 但是呢 我更害怕风险 所以的话呢 我在投资的时候 我就竭尽全力 说不能掉 所以我在很早以前 就把这个股市 这是一个事情 后来我们在 在油价 大家都很清楚 现在是越来越清楚了 在油价最高的时候 146块的时候 我们说是一定要 破风 19块 所以 这个是 大概都是有没有 不同的问题 所以的话呢 我 有没有 那么 来 那么